书记上回 揭说着一段 黎元演绎 上回书咱们说到啊 道光爷 就把生平署 给建立起来了 把内学外学合并 撤了南府 咱们这个故事呢 可以就从这开始了 在道光爷价前 有这么一位亲信的大臣 这个人在历史上 也很有名 就是穆章阿 也有人念这音呢 念穆章阿 老人呢有好多人 说他叫穆章阿 就跟那个阿斗啊 有人念阿斗似的 就这意思 这位穆的人 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 道光爷对穆章阿也十分的信任 瞧着他顺眼 跟这人头皮劲 穆章阿也会来事 当时敢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全清朝野 官拜吏部尚书 清朝您都知道六部衙门呢 兵行公吏护礼 这个吏部啊权力可大了 怎么呢 管官吏的 专门负责官员的人事升迁 这些工作 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 这意思似的 不完全是 但是差不多 当然这位穆的人 在后世人来说 也是评论不一 咱们这套书呢 主要不是说穆章阿 这天的穆章阿呀 闷坐在内院书房 陪着他呢 就是师爷 跟他一块喝茶聊天 中堂呢 想起一件事来 说师爷 过几天 就是我额酿的寿臣了 你说 今年 咱们给老太太 办寿淡大宴 怎么个办法呢 想个什么法子 咱们热闹热闹啊 师爷一听说 不知道中堂 您打算怎么个热闹法啊 老太太这档子事啊 我打算办得得与众不同 哎 你说 什么唱堂会啊 吃饭的喝酒的打牌啊 这未免就留俗了 你呢 得帮我出个主意 您说 牧中的找师爷出主意 师爷管着 师爷正管 那师爷 是后来的称呼 你要放在三国的时候 那叫什么 那叫谋士 师爷呢 还有啊 秘书的功能 平常除了料理 公文 这些个事物 领导相关的生活 起居 往来 带人接物 师爷呢 基本上都得参与 当然了 师爷的不是一个 越大的衙门 越大的官 他家里的师爷呢 衙门里的师爷就越多 到了清朝的时候 绍兴人多 所以啊 有人就说绍兴师爷 有这么个名称 这位师爷就跟穆德仁说了 说中大 您要叫我出主意啊 这个事啊 咱们得找人 甭管办什么事 得有内行 没有内行 什么事也办不好 咱们朝中 很有名的 细提一提 那就是内务府的马的人 还有汉林院的炎的人 这二位 都是懂行的 老的人文听这个话呀 点了点头 不错 他们俩倒是 颇精词道 穆章阿穆的人 正管内务府 书中暗表 刚才 这位师爷 他说戏提掉 戏提掉 是干嘛的呀 这也是 黎元寒的话 你看看 现代话说呀 就是一个晚会的 总策划 导演 加安排演员的制片人 大概呢 身兼数值 反正就是啊 这一出戏 或者是一个戏区晚会 他一人说了算 就是谁来 谁不来 谁演 谁不演 怎么安排 这戏码 都归这戏提的 师爷说这内务府的马的人 跟汉林院的 炎的人 这是谁呢 马的人 就是内务府专门 负责管理皇家戏班 和陵人的 管系的大臣 叫马彪 排行在七 官车呢 就是马亲爷 当然了 那样这幕的人呢 他们的身份高啊 就叫他马乐亲 汉林院那位 炎的人叫炎旭 号叫树南 官拜汉林院 市长 本身汉林院 不管系 但是他呢 最喜欢听系 跟京中这些 戏班的班主啊 演员呢 那是相当的熟识 他自己啊 也很懂系 这位管系的大臣 马彪马七 什么事啊 都拽着延续 让他帮忙 给参谋策划 所以这两个人在京中啊 很有名 姿势 喜欢系的 都知道这二位 今天事业一提 说中等您要想办这事啊 得找内行人 要不然您白花钱多受累 这事办的还不漂亮 不热闹 您得把这二位给请过来 老的人一听 以言之有理 来 当时有首席人进来 伺候中等 你叫个人 拿我的帖子 把延续延的人 跟马彪马的人 给我请来 这 手下人 出去下明帖 请这二位 不必戏提 咱们说着这位 马彪马七 这两天呢 马七也脑子里头 也很乱 怎么呢 他是内务府管系的大臣呢 黄家的差事不好当 活儿呀 还是真多 要多累 有多累 虽然说 宫里的生平署的 灵人不少 但是 现在宫里的演戏的次数 太多 四十八节呀 各种庆典 还有啊 黄史各式各样的赏戏 听戏 这一系列的演出 宫里头啊 这一年当中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日子 都得唱戏 而且呢 宫里的唱戏的地方也多 内务府 有点英诚不过来了 不得 不叩请天恩 请外边的戏班进宫 来演出 所以这马彪啊 这些日子忙的呀 脚不沾地 可这大小事 都得拽着这位 严四爷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严续严肃男 汉黎苑的世家 因为严四爷呀 不但懂戏 而且他跟外部这些戏班的班主 混得都挺熟 哪出戏 能进宫演 适合在宫里的演 哪出戏呀 不太适合进宫演 严四爷他都明白 他内行啊 宫里边唱戏呀 那可马虎不得 好 在宫里边应差一点错 也不能出 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你知道哪位 娘娘啊 皇上更甭提 看这戏 瞧着不爱看了 这就惹来杀身之祸呀 给皇上 娘娘们唱戏 唱什么戏呀 那都得提前研究 所以这马亲爷呀 最信赖的就是严四爷 敢说是严听计从 严四爷说什么是什么 今儿个呢 这老哥俩正坐在一块聊天 马亲爷可就跟严四爷说了 哎老四 你说这四的徽班 自从进了北京 这也有年头了 皮黄花不乱谈 难道当真就登不了大雅之堂吗 严四爷一听一摇头 哎难说呀 都说花不不雅 我也没听出有多俗类 虽然词道呢 略微的粗糙一点 可大伙都听得懂啊 不像雅部啊 那么样的咬文嚼字唱出来的词啊 典故那么多 这二位说 什么皮黄啊乱谈啊 这都归着花不登不了大雅之堂 这怎么意思呢 哎这点我得给您稍微解释解释 这雅部啊只叫昆曲 昆山强 因为昆曲词道华丽 唱腔违反动听 所以就叫宫廷雅跃 在乾隆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个人叫李窦 他在他写的这本书 叫扬州画访路里边 他就说了 说两怀炎雾立续 花崖两部以备大戏 雅部即昆山腔 花部为京腔 琴腔 易阳腔 帮子腔 罗罗腔 二黄调统位之乱坛 你知道没有 也就是说雅部啊 就是昆山江 就是现在的昆曲 花部那边啊 京腔琴腔 琴腔就是陕西系 易阳腔 易调高腔啊 邦子腔 邦子可就多了 你看咱们 河北这地方 就是河北邦子 有河北邦子 有山东邦子 有山西邦子 有陕西邦子 有河南邦子 等等等等吧 这个邦子腔很多 这些个腔都叫什么 都叫乱坛 当时呢 江浙一带的盐物 为了迎接皇帝南巡 您都知道啊 清朝的时候 乾隆爷六下江南 他老去呀 在这得接待他呀 所以在扬州这地方啊 说两环延雾蓄立 花牙两部 以备大戏 就这个雅部 昆腔 还有这个花部乱坛 都预备着 皇帝来看 皇帝来看哪个 拿大戏也接驾 昆山腔呢 盛行于康熙年间 他那个词呀 特别的雅 讲究是什么呢 讲究是无腔不歌呀 无动不舞 就说他只要一张嘴 您听着 就跟唱歌一样 稍微一动呢 就舞蹈 表演特别细腻 乱坛花步呢 他可就节奏快了 表演火爆热闹 曲词通俗啊 一懂故事也是引人入胜 昆山腔昆局演员的 多是才子家人 乌农阮语 所以当时啊 王公贵族 比较推崇昆曲 他们也瞧不起 民间乡间的彼俗之曲 他们说什么呢 说花杂不纯 非正声也 老百姓呢 大伙是为乔热闹 当然爱听花不乱谈 所以呢 当时有花雅之争 这大概在乾隆年间 有的没有说法 昆枪和易阳枪 竞争比较厉害 当时京枪 就是易阳枪 在北京号称六大名班 九门轮转 这六大名班啊 都很有名 而且出了好多名家 大腕 但是咱们说了 达官显贵们 他们不爱听啊 所以京枪啊 有点受压制 但老百姓 十分追捧 上头的这些达官显贵 一琢磨 哎呀 既然老百姓 对京枪 这么样的热爱 给他们 改改 剧目怎么样 是不是 找文人 把他们这词 给写些 这样呢 把我们这个 统治思想 公众于事 也让老百姓 爱听的京枪 为我们服务 哎 所以找了好多的 御用文人 改编辞取 剧目 这样 就把京枪 带入宫廷了 由此一来 京枪啊 也脱去了 智俗的衣衫 和昆谦呢 一样 就披上了 雅制的外套 京枪啊 就这个 一样枪啊 也成了雅部了 后来呢 其他的地方 生枪 也都到北京来了 这第二次 花雅之争 可就拉开帷幕了 在北京的戏区舞台上 二者 分别的代表 花部就是琴枪 雅部就是当时的 昆枪和易阳枪 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 有一个四川人 叫魏长生 他带着琴枪班 进到北京 魏长生本人 供花旦 而且呢 他独创 花旦 此锹 蛋尖 输水头 这个让京城的观众啊 耳目一新 这位魏长生魏老板 擅长的剧目 什么滚楼啊 烤火啊 霍纳演出来 特别的火爆 大受欢迎 所以琴枪 在北京 也就算站住了脚了 而且势力越来越大 京枪班啊 慢慢可就败下阵来了 好多京枪班的这个艺人 灵工 就搭了琴枪班了 打这儿就精勤不分 可是当时皇上呢 还偏爱哑布 乾隆四十七年 乾隆五十年 曾经两次颁布政令 禁止琴枪班啊 在北京演戏了 像魏长生魏老板 这样的好角 在北京待不下去 不让眼呢 被迫南下扬州 琴枪班呢 也都出了北京了 离北京不远 反正都是交线 河北这一带 他们开始演 到了乾隆五十五年 也就是咱们上回书说的 乾隆爷过八十的时候 四大徽班进京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 秦江班重新回到北京城 魏长生魏老板也回来了 四大徽班 秦江班一起 跟昆江班 易阳班抗衡 那花步的实力可就强大了 就连好多唱昆曲的 昆班的艺人 也都开始唱起了乱谈 足以见老百姓 还是爱听这个戏 兴岛政府呢 又一次颁布政令 说四后 除昆一两枪 仍照旧准期演唱外 其乱谈 邦子 弦索 秦江等戏 盖不准再行演唱 可是这回颁布政令啊 收效甚微 不是跟上回似的 这会儿 四大徽班兴起 昆腔班 易阳班 在剧坛上 可就失去了统帅的能力了 慢慢就变成了 花步乱谈的天下了 挖雅之争 到此时 这才算告一 段落 解决统帅 词